儿子,你老婆跟人跑了,赶快把他追回来,别让他跑掉了,连孩子都不管,他也太自私了。 你说什么,你怎么让他跑了,他跟谁跑的,我就出去玩了一晚上,你们就让他跑掉了,你们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他去哪了呢? 谁知道他去哪里了,今天我觉得他有点反常,饭也没吃,孩子也没喂,就直接出门了,我问他,他也不搭我,他出门的时候也没骑车,他肯定不是去上班了,我以为他去邻居家去串门了呢,一直到中午还没有回来,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听你二婶子说,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这不,我马上就给你打个电话了。 妈,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 于是,老公立刻给老婆打电话,无论他怎么打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根本联系不上。 儿子,你联系上你老婆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啊? 他的手机关机了,联系不上,真急人。 那你就赶紧回家吧,我们一起商量商量,这是怎么办? 好的妈,我马上回去。 儿子很快赶到了家,他们怀疑他老婆有可能是回娘家了,于是老公硬着头皮给岳母打电话。 妈,我老婆今天有没有去你那里啊? 他早晨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 女婿啊,你们可真行啊,把我女儿气回了家呀,你们还装作不知道。 妈,我们没有气他,也没跟他吵架,他为什么突然回娘家呢?真是莫名其妙。 来到家就哭,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把我和你岳父都急坏了。 他这么突然一回娘家,我们也很着急啊,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手机一直关机,我们家人找了他一整天,妈要不你把电话给他,我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走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有他这么做事的吗? 那好吧,你们两个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吵架,无论有什么事,说开了就好了。 老婆很不情愿地接过电话,岳母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我们离婚吧,你什么都不要说了,越快越好。 老婆,昨天好好的,今天你这是怎么了?你都把我给弄猛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朋友玩了一晚上回来,你人都不见了,你还是先回来吧,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做饭呢,还有一大堆衣服都没洗,你回来吧。 我不在家,你们家人是不是都活不了,连做饭洗衣服都专门等着我去做,我早就在你家过够了,没什么好说的,赶紧离婚对我来讲就是一种解脱。 你发什么疯呢?我们结婚十年了,到现在,你才觉得不合适?有病吧你,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和我父母,难道对你不好吗?你简直是胡闹。 我没有胡闹,我是认真的,你也不想想,结婚十年来我是怎么过的,你心里不明白吗?你场年累月地和你那些狐朋狗有鬼混在一起,经常大吃二喝,狐吃海塞,甚至有时候彻夜不归,你除了和他们吃喝玩乐,你还能做点什么? 这么大人了,既没有上进心,也没有责任感,更不知道心疼老婆孩子。 我只是和朋友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沟通一下信息,探讨一下有什么赚钱的商机而已。 行了吧你,你可别在我面前装了,你和他们鬼混了十年了,也没见你发财,你现在彻底变成了一个五郎混鬼,成天混日子,你每月工资三千多,全部都拿出去吃喝玩乐,快到月底那几天没钱花,还像我要钱,不觉得丢人现眼吗? 我每天在服装厂辛辛苦苦苦工作十个小时,挣三千五百块钱来维持我们这个家开支,全家六口人,四个大人,两个孩子,全靠我这些工资来维持,你觉得这些钱够吗?你一点担当都没有,还是个男人吗? 我承认我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但是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吧,我去年不是海给你送了一枚金戒指吗?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不提这事还好,一说这事我就生气,看上去金灿灿的金戒指戴在手上没几天就掉颜色了,而且把我的手指套都染黄了,并且还洗不掉,简直丢死人了,这件事情成了全村人的笑柄,从地摊上买一个金戒指,你糊弄谁呢? 我父母看着你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太辛苦,不是他们主动要给你看孩子吗? 你可千万别提他们,想起来就让我生气,还说主动给我看孩子,你也有脸说呀,我求他们给我看孩子,他们都不看,宁可天天在家闲着没事玩,他们也不会帮我忙,你父母年龄都不大,五十岁左右,天天待在家里,吃完饭就晒太阳睡大觉,啥活不干,还要吃好饭,地不重,每天闲逛,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胡扯八道,东家长,里家短,整天说别人的闲话。 你父母两个人都是这样,这么年轻,啥也不干,待在家里吃闲饭,吃闲饭还有标准呢? 每天一顿饭不低于四菜一汤,两婚两素,每个星期都不能重样,他们把自己当什么了,要啥没啥,脾气还很大,穷得要命,只能在窝里横,你妈更有意思,活不干也不做饭,在家吃饱了就哼个小曲,躺椅子上晒太阳,就连自己的衣服还让我洗,成天小头树的赠光瓦亮,打扮得花枝招展, 这么大年龄了,给谁看呢?闲着没事,找几个老太太,三五成群坐在村口说说话,吹吹牛,现在整个村里都知道她是个大喇叭。 老婆,你不要再说了,你把我妈都说成啥样了,哪像你说的这样? 恐怕比我说得更过分,你妈本来一分钱不挣,还是处散播谣言,败坏我的名声,说我挣钱少,全靠你来养活我,还说我不注意形象,不会打扮自己,才三十岁,长得像四十岁似的,我要不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为这个家操心? 我至于这样吗?她说话也太没良心了,现在谁家的婆婆不夸自己的儿媳妇好啊,只有她到处败坏我的名声,让我在村里没脸带下去了。 老婆,我妈这点做得确实不好,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其实我父母也五十多岁了,找个工作不好找,也只能在家帮忙带带孩子,这样也能让你清闲清闲。 我一个人上班,接送孩子完全没有问题,根本不需要他们为我看孩子,你再看看我们邻居二大爷,今年快七十岁了,人家还在工地干活呢,你再看看你父母,今年五十岁,啥活不干,连家里的地都包给了别人,倒是很清闲,但是没有钱呀,出力的活他不想干也就算了,好歹把家里的地种好也行啊,一年也能挣个一两万,他们又不是干不动,他们就是懒,你自己挣得够自己吃的也行啊。 全家人全靠我一个人挣钱养活,你说我的压力有多大? 差不多了,你快别说了,还没完没了,给你脸了是吧,我父母把我养大容易吗?我让他们提前退休享受生活又怎么了?你居然说让我父母去重地,你怎么不去重地呢?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每月都有收入,我要是没有这些收入,你们全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吧?你让你父母提前退休享受生活,我不反对,你用你的钱让他们享受生活不行吗? 干嘛非要给我增加负担呢?我每天辛苦工作十个小时,中午还要急匆匆地赶回家给他们做饭,一旦做饭晚了,或者做的饭不合他们口味,他们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这是公婆应该做的吗? 他们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当做了地主老财吗?把我当成你们家的屎皇丫头了吧? 前两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雪,根本睁不开眼,我中午就没回去给他们做饭,于是你父母就在村里到处宣传我是个不孝顺的儿媳妇,千方百计地抹黑我,败坏我,等我晚上下班回家以后,才知道他们中午没吃饭,看着他们饿得无精打采,说话都有气无力的,还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呢? 他们宁愿不吃饭,也要等着我回来,专门给他们做饭,你父母太懒了,懒出了层次,懒出了境界,还有他们两个的衣服,自己一次都不洗,全部都让我给他们洗,穿完了就丢在一个角落里,我要是太忙没空洗,他们就从脏衣服里面挑出一件相对干净的再穿,有时候连你妈的贴身衣物和袜子也都让我洗,你父母这么做不觉得太丢人吗?不觉得太过分吗? 你快闭嘴吧,越说越不像话了,那是你的原因造成的,你要是回来给他们做饭,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吗?不就刮着大风下着大雪吗?睁不开眼睛,就带着眼镜挡着风雪,实在不行就摸黑走路,那又怎么了?你就是矫情,让你洗衣服怎么了?而媳妇给宫婆洗衣服,难道不应该吗?你就是个事儿多的女人,一点活都不愿意干,干点活就发牢骚了 这时候,坐在一旁的岳母实在听不下去了,于是说道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狗女婿,原来你们家是这么欺负我女儿的,谁给你们的胆量这么欺负我女儿?我女儿在我们家是公主,是我们的掌上明珠,怎么到了你们家就成了你们家的庸人了?岂有此理,气死我了,你脑子都是你父母,那你为什么要娶老婆生孩子呢?你就和你父母过一辈子不就行了? 我女儿从来报喜不报忧,我还以为她在婆家过得挺好呢,没想到让我大吃一惊,你们居然敢如此放肆 此时,电话另一端的婆婆听到岳母骂了自己的儿子,非常生气 我说,亲家母啊,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可从来没有欺负过你女儿啊,她既然嫁到我们家了,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作为儿媳妇,让她洗衣做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做家务,干活算多吗?这都是她应该做的呀,我和她公公都五十岁了,难道还要让我们出去打工挣钱来养她不成? 我并没有说让你们去挣钱养着我女儿,因为我女儿有工作,能挣钱,根本不需要别人养着,不像有些人,年龄不大,吃喝拉撒都要我女儿掏钱养她 你们才五十岁,就啥也不干,光吃好饭,就连力所能及的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做家务,你们一次都不做,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等着我女儿回来给你们做饭吃,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你们也都有手有脚,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头脑清晰,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做呢? 这些事情要是我们做了,还要儿媳妇干什么呢?我们年龄大了,就应该享受生活,你女儿就应该做这些事情 你给我记住,我女儿是嫁到你们家,不是卖给你们家做使唤丫头的,你们这也太过分 过分?有什么过分的?这本来都是你女儿应该做的事情 你这个老太婆是太多,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掺和 我作为她母亲,不能看着我女儿受这种委屈 我女儿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你们不知道满足而已 我女儿结婚十年来,你们家里里外外都是我女儿一个人去打理 你们没有一个人帮忙,我女儿还给你们生了两个大胖孙子 她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工作挣钱养活你们这一家老小 包括你们这两个不懂人事的老东西,你们还想让我女儿怎么做? 你才是老东西,你们全家都是老东西,敢骂我,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 作为儿媳妇,生孩子是她的本分,照顾老人是让她尽孝心,都是她应该做的 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把我女儿这么多年来辛苦付出当作了理所当然 你们从来不体谅我女儿的辛苦,你们全家人都是只知道享受不知道付出的人 真的太奇葩了,如果我女儿再回去和你们一起生活,还会被你们欺负的 与其这样,倒不如早点解脱,我赞同我女儿和你儿子离婚,省得让我女儿再受你们的窝囊气 你吓唬谁呢?你以为离婚我们怕你啊?别拿离婚说事,婚姻不是儿戏 既然嫁到我们家了,离婚你想都不用想了,回去以后,绝不允许她再出家门半步 他们还有两个孩子吗?离婚以后孩子怎么办?谁来养?全家人的饭谁来做? 衣服谁来洗?卫生谁来打扫?家务谁去做?还想离婚想得美? 做梦吧,你赶紧把她送回来,这马上又到吃饭的点了 每天中午十二点开饭,难道她不知道吗?我们还有一大堆衣服没洗呢? 家里的活满满的都等着她们,赶紧回来吧 我呸,你这个老家伙,你们这一家人太自私了,到这个时候了,还想着让我女儿给你做这个做那个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可能了,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回去的 那好啊,既然你敢这么说,从明天开始,那两个孩子就别想吃饭了 还一天不回来就饿一天,一年不回来就饿一年,咱就看谁熬得过谁 妈,你真的很有手段,说话也很有力,儿子非常佩服 我倒是要看看她这个当妈的有多狠心,难道她忍心看着两个孩子挨饿吗? 你为了达到目的,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的无耻之极,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坏的人? 爸,我婆婆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说到肯定会做到的,我担心两个孩子会受委屈,我还是回去吧 哎呀,女儿啊,我苦命的女儿,你可要三思啊 大家觉得应该回去嘛